这个视频带大家去尝一下太原排名第一的早餐头脑 我为了吃这个早餐特意起了个大早 大早店就在前房这里了 现在进去超过10点半的话就吃不上了 进去看一下 这部头脑我们就登住了391年了 现在才8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店内已经坐过10时了 好张啊 前方价格表 花了我40块啊 怎么取消啊 这里取消吗 这个就是头脑 烧麦 这个就是太原十分有名的头脑了 干净的时候我头脑 难道是用头跟脑做成的吗 我都被惊讶到了 直到今天我亲眼看到了 他知道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料 可以看到很浓稠吧 不知道是用什么勾度出来的 里面有这个应该是白桑吧 这个是羊肉吧 据说的话这个小吃啊 是等同一北京的豆子的 外地人是喝不习惯的 他配了这个韭菜 我看到当地人啊 都是把这个倒下去的 我也把它掉下去了 路线水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吃 这个烧麦了 有点贵哦 就这5个 要我20块啊 我现在来尝一下这个头脑 先喝一口 比还好啊 里面有蛮有的特别的东西 它的口感的话就像这个面糊的口感 但是没有味道里面 而且的话里面还餐着 一些这个羊肉的香味 而且里面还放了花椒 有一丢丢的麻 还有这个藕片啊 刚才没看到 尝一下这个羊肉 这个羊肉的话好嫩 而且还有一细细的羊伤味 不过经过我吃过这么多口 我觉得这个味道的话 还是挺淡的 再加点醋吧 三四人吃什么都要加醋 再尝一口 这样的话就多了一股酸味 味道还行 还可以接受 现在尝一下这个萨麦 这萨麦的皮很薄啊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啊 不是糯米啊 也难怪它这么贵了 而且里面的馅啊 哇 都爆汁的 看到没有 如果大家来太阳里游的话 可以尝一下 有特色的一款想吃 看 没点子 因为您的鸡肉 在这里 感情 很容易 尝一下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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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